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克雷洛夫国家研究中心 首次展示其轻型航母 设计模型俄罗斯克雷洛夫国家研究中心KGNC近日在军队2018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 首次展示了其轻型多用途航母LMA的模型 克雷洛夫国家研究中心在其文件中指出 轻型多用途航母设计用于执行防空 反导等防御任务 以及摧毁空中 水面 水下河岸上目标等攻击任务 以确保舰队及其武器系统在远海和近海环境下的持续作战能力 图一军队舰2018论坛上展出的俄罗斯轻型航母模型 这种轻型航母标准排水量37,000吨 正常排水量40,500吨 满载排水量44,000吨 舰长304米 设计水线长260米 设计水线宽38米 舰宽78米 湿水8.5米 最高航速28节 巡航速度16节 续航力8000海里16节 自持力60天 航空试航性Aviationworthiness可达7分 诸推进装置由一台双轴燃气轮机和部分电力推进装置组成 装机容量为81MHz或11万马力 电力系统由三台发电机组组成 总容量为32MW 6.3千瓦 50Hz 舰载武器主要有四部具备目标探测单元的铠甲 ME 弹炮和一防空系统 一套四连装packeting 324毫米鱼雷发射器 四部火箭助推深水炸弹发射装置 以及主被动电子 战系统 舰载机搭载数量为46架 包括12-14架苏33战机和12-14架米格 29K为KUB战机 四架远程雷达探测和指挥飞机 12-14架卡27直升机 空射武器弹药存储量为600吨 航空燃油存储量为2000吨 土耳俄轻型航母航行想象图 近年来 俄罗斯频繁发布将建造新型航母的消息 2015年7月 伊克雷洛夫国家研究中心北主的设计单位 公开了新型重型核动力航母 风暴号的概念方案 具有双舰岛 滑越甲板加电磁弹射 核动力推进等先进技术特征 引起众多关注 2017年11月 该中心对外表示 俄罗斯以着手研制排水量4万吨的轻型多用途航空母舰 该轻型航母建造成本和时间都远低于10万吨级的风暴号重型航母 其作为风暴号重型航母的补充方案 有望大幅改善俄罗斯海军境外执行地缘政治行动和作战任务的能力 图三额风暴号航母设计概念 图图四额轻型航母设计概念图 从目前公布的图像来看 轻型航母整体特征与俄罗斯库自涅佐夫号及印度维克拉玛第2号航母大体相似 延续了斜角甲板和滑跃甲板的设计 飞行甲板上设置了两个短巨滑跃起飞位和一个长巨滑跃起飞位 为配备弹射装置 该舰将无法搭载重型的固定翼预警机 其预警探测能力和指挥 控制能力将受限 与采用双舰岛的风暴号重型航母不同 该轻型航母仍然延续了单舰岛的设计 叫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舰岛的设计有极大改善 舰岛的尺寸显著缩小 采用了集成优化和隐身设计 考虑到整体设计情况 该轻型多庸图航母作战能力 会显著优于印度的维克拉玛第亚号 但会落于采用核动力核蒸气 弹射器 的法国戴高乐号航母 今日报告 以下为国外动态的相关研究成果链接 如有需要和合作意向 请留言小编哦 相关研究成果 链接一国外主战水面舰船发展 及对国内的骑士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11512 AIP潜艇南海区域安全威胁分析 研究报告 2018年 270页三海洋防务无人装备体系与发展规划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400页四美国海军水下探测系统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101页五美军弹性作战云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236页六国外舰船红外隐身技术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42页七国外典型极地破冰科考船研究 2018更新版 研究报告 2018年 151页八国外典型海洋调查船研究 国外典型特种调查船研究 国外典型军用侦察船研究 国外典型海洋工程船研究 国外典型基地破冰科考船研究 国外典型远洋渔船研究 研究报告 2017年 750页九国外现代典型驱逐舰研究 研究报告图书 2017年 433页十常规潜艇装备与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研究报告 2017年 283页十一美海军地地计表000级驱逐舰的机电控制系统 ECS研究 研究报告 2017年 46页十二国外海军无人系统2 研究报告 2017年 220页十三美海军开放式体系结构 OA及其对我国海军舰船装备的发展启示研究 研究报告 2016年 230页十四美海军诸姆沃尔特 DDG1000 极驱逐舰的总体性能与技术特点分析 研究报告 2016年 91页十五船装备维修保障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2015年 330页十六国外海军无人系统 研究报告 2014年 341页十八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 从企业到福特 图书 2013年 550页十九国外航母编队 及其装备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2013年 200页BMTA收录期刊 CSCD收录期刊 1 8月3日使用 2 134日请 吴 Frozen